冰箱裡面放了滿滿的新鮮食材 本來想要留著在封城期間可以慢慢吃 但冰箱卻突然壞掉了 燈不亮 冰箱整台壞掉了 所以變成說我那天買回來的食材 還好我就是 剛剛趕快把它全部吃掉跟清掉 牛奶啊 雞蛋啊 青菜 全部都已經壞了 暫時防疫期間 連想要找人修理都求助無門 那冰箱廠商說 現在屬於在封城階段 所以要一個月後才可以來修理 生活上的不便還不止如此 美容院沒開門 頭髮長了也沒辦法修剪 Binny Dawn 真的會讓人精神崩潰 像你看我的頭髮 我已經長到 就是整個非常亂糟糟的頭髮 然後也沒有任何一個美容院有開 從時尚號公布要封城 菲律賓有56例確診 到22號確診案例 已經暴增到了380例 在被台人煩惱生活不便 更擔心染疫 如果說你真的被感染要住院的話 一天的費用是 12000台幣 對 那如果說你當地人 其實價格也差不到哪裡去 所以其實現在有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如果說當地比較貧窮的人的話 其實他們不見得會去醫院看針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 如果他們真的是被感染的話 老實說 他們也沒有錢 昂貴的醫藥費 恐怕也間接成為防疫漏洞 在異國工作碰上疫情 一顆心忐忑不安 老實說我們在國外 其實非常的害怕 因為如果說我們真的感染到的話 嗯 卻不知道怎麼去求助 雖然他們也有醫院來醫生 但是畢竟不是在自己的家鄉 所以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擔心 一個人置身在外 想回去回不了家 只能過一天算一天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楊洲社黃英圈台北報導 準確 不會 得了 美國 大人 那一位 對不對 你